最近一次微风卷了车界和所有爱车人的心 汽车企业都趁热打铁的推出的产品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推荐一款有国产路虎之声的路风汽车 是一款量产的车型 曾经去去年的广州车展上 展示过它的概念车 它就是路风逍遥了 这个号称国产路虎的颜值爆表 类似豪华 外八旺要逼死印度 那么这款车究竟是怎么样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路风逍遥是一款紧凑型的ACV 外形不算小 整体看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幻大的轮毂搭配着高耸的腰线 就营造出了一种两厢胶跑的感觉 想象一下它在马路上驰骋的画面 是不是有一点拉风的感觉啊 我们先看看车头吧 车头扫的是飞翼式的进行隔山 配合着西场的车灯和风板的前列 在风保险杠设计层次感很强 在屋灯的地方还恰意了度过失调的点缀 看起来还是时尚感十足的 从前脸看去 有点轿车的感觉在里面 侧面线条流畅 还带有一点溜背的设计 侧面看起来很帅气 车位比较饱满 看重拖出它的标志 车位整体上扬 运动风十足 动力方面排量125T 采用的是手动变速箱 最高买力可达到163% 总体来说 这款车还是不错的 路风之前还成为了国内首个 驻港欧洲市场的汽车自主品牌 所以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 这款路风逍遥的